4字からお金をもらったのはいくらぐらいの 計算してないんですけど 大体で 2億以上 年収1億円ってことですか そうです こんなアホみたいなガキが 何歳なんすか 私23歳 23でさ2億円やばくないみんな でも1円も残ってないんで 1円も残ってないの なんで コストクラブに使おうからね やばすぎ 日本一名23岁名叫渡边麻衣的女子 在两年半的时间 通過欺骗感情专门騙取身边的 单身男子 不仅总监又高达2億多日元 麻衣平时还会在网上 需要自己的战果 他似乎没有觉得 这是在犯罪 而且还公然的接受了 一名主播的视频采访要求 他接受采访的原因 也仅仅是因为 他是这名主播的粉丝 他读托了解决付 opinion 有多了吗 他也读托了解决者 就是黑人 他犯罪者 他犯罪者 你一直以为他犯了吗 他犯罪人的吗 他犯罪者 他犯罪人的 真的是人呻托了解决者 他犯罪人的男朋友 他犯罪人的心 他犯罪人的中国人 他犯罪人的情维者 亯罪人的心 一切吃美女友 他犯罪人的心 他犯罪人的心 他要查到人家以內 我以後 他要查到錢 Sim、想在你 《想要到零成為、深入採訪金》 他要 хозяев呢 他要沒本当的事 他要先說 但我以後 說實是 你是不是很可怕 你是不是很可怕 所以你用意 我不是太可怕 我用意 我用意 但是我和喋惑 我用意 在那些人 在那些人 我用意 但是我就是特別 那我需要你作评论就是想想要想叫的 你说我需要再浮论 那你怎么做 那我需要不想 就想想你能开玩就要想做说 有人在然后做不要的 你不是不是 而且它是犯罪者 这是犯罪者吗 但是一人 就是要是一群人 那是 咱们把这些换 嗯,这些人是什么 这个采访结束后 麻衣立即表示希望主播不要发布这段视频 不然她就会报警 但主播没有理会 还是选择了发布 可想而知 不久后麻衣就被警方逮捕 麻衣被逮捕的消息出来后 许多受害者意识到被骗了 并马上联系了警方 经过调查人员发现 麻衣完全没有存款 原来麻衣将骗来的钱 全花在牛郎身上 麻衣一开始又大量赚钱的念头 就是因为她爱上了一位牛郎 于是麻衣才开始骗钱 今年11月3日 法庭上麻衣穿着朴素且戴着眼镜 跟她平常的形象很不相同 她在庭上承认了诈骗罪 而且还被检方发现 她遭遇一位越南裔的男性结婚 好了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给大家看